欢迎来到初学者之路视频网 我是张瑞杰老师 今天我们继续来写Windows7从入门到精通系列视频课程 第四章文件及文件夹的操作 那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电脑中的文件及文件夹 在电脑当中任何内容都是以文件形式存在的 这些文件都分文别类的放在不同的文件夹当中 这个前面我们简单也看了 首先比如说打开用户的文件夹 在这里我们就会看 你看一下有很多不同的夹子 在这个夹子里边 那么就有我们所放的文件 这个很容易理解 就好像我们是一个办公文员 我们写的不同的资料 那么应该放在不同的夹子里边 最后把它放到我们的公文包中 这是这样一个理解 那么我相信大家能够明白这么一个关系 那也就是说电脑中的文件 都是放在不同的夹子工 最后呢又放到了电脑上 那么事实上除了这种 这种酷的这种方式之外呢 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直接放到计算机 某一个盘上 比如说我们在细盘上 我想画一些画 我想写一些个日记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创建不同的文件夹 比如说我画的画 我都放到这个文件夹中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就把它启名为 我的图片 打开之后 然后在这里边 比如说我画一幅画 我就新建一个BMP的文档 然后比如说我画的太阳 打开 应该是用画图打开 右键打开方式 画图 打开之后呢 我就画一个圆 颜色为红色 工具当中的填充 为红色 这样呢我就画了个太阳 保存起来 好了 现在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 我画了 怎么画出来一个日本的国旗啊 我们最痛恨这种日本人 不行 我要改一下 因为我看着很难受 那我就把这个 填充的颜色 我给它改成一个蓝天的颜色 好 这样的话保存 好了 我们这样会看到 我们画了一个太阳 那么这幅画 那么就保存在 我的图片当中 它就保存到C盘上 这就是电脑的一个存储关系 我可以看到 就是电脑的一个存储关系 对 我可以看到 那么就好 这是一种 对